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正式拍板 確定採用徵召 找出二零二次藍營最強人選 中央提名委員會也通過侯友宜入列 只要黨有需要 大家都義無反顧 說是義無反顧 但侯友宜近期各項民調 都紛紛下滑 能否獲得藍軍力挺 也被大上問號 侯友宜 坐好坐滿 波子在國民黨外藍營支持者 要侯友宜別落跑 中部藍營民代也持續串聯 盼望盧秀燕改變心意 但除了盧秀燕被拱 就連陳嗆瞎提名郭台銘 就退黨的蔡振元 現在也改口了 我是覺得郭台銘 如果是真的要參選 他要拉高自己的聲勢 馬祖叫我選對不對 我就一步一腳步 把全台灣的馬祖廟都走一遍 說不定他就贏侯友宜 你覺得還有可能嗎 當然可能 所以如果比民調的話 侯友宜是當然的總統候選人 當授權主席曾昭之後 郭台銘甚至魯秀燕 甚至是朱立倫本人 都是變成有可能被曾昭的對象 曾昭不見得對侯友宜有利 因為辦法不只鎖定黨內 還包括黨外人士 畢竟看看二零一六年 當時擔任主席的朱立倫 也是換掉洪秀柱 改徵召自己 言下之意 侯友宜想定於一尊 恐怕沒那麼簡單 三輪拳 黃欣宸 周凱 台北吧